中共房地产政策大逆转 危机恶化触痛中共 中共再出手 最先进军滥梦闻烟 火速辟谣自打念 马云埋股上热手 阿里内部发问 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合国军出动 抵制朝鲜,震懾中共 领事自然者,黑幕被揭 中共输出,跨境镇压模式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三文眼 我是美玲 日前,中共对日益恶化的 中国房地产现状出现大逆转的政策调整 这或是因为房地产危机已经严重 动摇了中共的统治根基 11月22日 中共监管机构准备推出一项 救助房地产市场的举措 将碧桂园,远洋,玉辉等出现资金问题的 50家大型房企 列入白名单 并要求银行为这些房企提供贷款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 如果该消息得以实施 标志着中共当局对中国房地产业的 债务危机立场发生重大转变 而导致中共政策大逆转的原因 可能是中共房地产债务危机外日的威胁 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安 据《新经报》报道 在日前召开的金融机构座谈会上 中共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三个不低于的指导政策 国家银行自身房地产贷款的增速 不低于银行业平均地产贷款的增速 对非国有房企对公贷款的增速 不低于本行房地产的增速 对非国有房企个人按揭的增速 不低于本行按揭的增速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房地产的流动性被严重挤压 中国房企的债务问题都越来越严重 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的信心 造成沉重打击 夜村政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披露 我们估计中国有大约两千万套没有员工的余愁楼 难未楼的受害者们都苦不堪言 这画将转化为对中共暴政的反抗 势必影响到中共的政权 老头社印用三个消息人士的话说 中共当局现在对中国龙头房企 碧桂圆的流动性风险非常敏感 并决定阻断这种风险外日 如果中共要实现这一决定 说明中共放弃了此前强调的 谁家孩子谁铺走的政策 而是风头突变 转向积极干预 并要银行业对房地产进行大规模纾困 所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已经严重 动摇了中共统治的根基 触痛了中共 日前 中共社交平台传出一首中共军舰 无出大量浓烟的影片 这首据说是中共最先进的军舰 二次内部着火 中共方面火速辟谣 却越满越黑 连中国网友都不信了 11月21日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上热传一段影片 有民众在海滩上发现 龙虎山号船奥登陆栏 正在离岸边大约素海里处缓慢行驶 而让人惊讶的是 开船栏的船头、船尾和中间这三部分 竟然蒙出了滚滚的黑烟 影片中有人交谈说 这次着火啦 越来越大啦 据说这艘军舰是中共071型综合登陆栏 龙虎山号 影片传到X平台后 有人指出影片中 龙虎山号无烟的部位应该是主炮 蓝载机舱室和蓝尾 都有军事专家表示 该军舰只看到龙烟没看到火光 可能是船身内部起火 发生了重大事故 龙虎山号登陆栏 是中共研役的最新型号 全澳登陆栏 蓝身船长210米 宽28米 排水量为2万多噸 从2018年9月中旬开始服役 龙虎山号据称是中共国产的最大两栖战 这首所谓的中共最先进登陆栏 都让人想到北京武统台湾的企图 这次龙虎山号 无黑烟的影片 都引来不少台湾网民的嘲讽 还未开打就自然了 这种质量还想登陆台湾島 居然有小粉红军迷出来洗地说 这是在这里释放烟幕演练 有微博网友质疑说 这种释放烟幕演练 到底有什么军事用处啊? 又有人提出结论说 选管演练 正在演习防火 但很多中国网友都表示不信 防火演习要点着三处吗? 大概中共感到这个影片实在太丢架了 一名百民粉丝级别的微博军事大V 楊毛先驱张之洞 在21日当日 火速贴出三张中共军舰消防演习的照片 并配文说 烟浓了一点 别被个影片吓到 显然在这里为中共辟谣 但楊毛先驱将自动贴出照片中的军舰 和龙虎山号的外形及燕号 还有军舰无烟的部位都明显不同 这首号称是中共最先进军艦所出的羊相 对洋人联想到今年8月21日 网传中共093核动力潜艦 长征15日 在黄海水下发生严重事故 导致数十名官兵爽身的事件 近日 马云一股未卖的话题封上微博热手 又为在传出马云要卖了阿里股粉引发鱼轮关注之際 阿里内部带有辟谣性质的发文 被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中国经济恶化的真实情况让习近平焦头烂颜 他在15日结束与拜登的回谈后 专门举行了一场大型晚宴 招待美国商业界人士容易不言自明 但马云却在这关键时刻 给了习近平当头一棒 当地时间11月14日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显示 马云家族信托旗下 两个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島 注册的离岸公司 JSC Properties Limited 和JSP Investment Limited 计划在21日出售大约500万股 阿里創建人的股份 如果依照美东时间11月15日 阿里巴巴的收盘价 87.07美元来估算的话 马云家族这次预计 套现大约8.7亿美元 该消息传出的当日 阿里巴巴的股价 在纽约直跌9.1% 市值蒸发竟然超过200亿美元 预知对应的是 网上最近都热传阿里巴巴 准备裁员2.5万人的计划 这两个消息叠加起来 引发外界对马云家族 想辨然离场的猜测 但中共显然是错不住了 就在马云要卖股份的消息 传出的一星期后 11月22日 阿里巴巴首席人才官 两方在阿里奈网发文表示 马云办公室在国内外投资 农业科技和公益事业等項目需要资金 在今年早些时候 和股票经纪按照 美国SEC10B51的规定 签订减持合同 11月中旬将对外公告 这一未来减持计划 两方特别强调说 8月定好的股票售买价格 要远远高于现在的股价 所以马云其实一股都没卖 阿里股票目前 大大低于阿里巴巴的实际价值 他不会卖的 掌方还说 马云卖阿里的股票 并不代表他对阿里的业务 没信心 有人认为 时隔一周阿里内部就代发通告 否认马云卖股票 都表明马云再次遭遇中共的压力 马云一股未卖的话题 除夕冲上微博热手 网友们都听出了 宴外之音 并回应说 此地无银三百两 马云确实没卖 是他的家族基金卖的 文字游戏而已 卖不卖又能够怎么办呢? 不让人们卖吗? 多有人指出 杀鸡敬喉 马云就是那只喉 朝鲜日前宣布发射间谍卫星 激怒日本和韩国 此前一周 十七个国家的联合国军 才追集到韩国 威胁蠢蠢欲动的俗心国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朝鲜当局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厅 将在十一月二十二至三十日之间 向黄海和东海方向 第三次发射间谍卫星 朝鲜的这一举动不仅引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强烈譴责 二十二日 韩国政府公开宣布 暂停在2018年簽署的 全面军事协议的部分内容 并将马上恢复 对朝鲜边境军队的军事偵察 其实在此前一周 即十一月十四日 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 来自非洲、欧洲、北美等 十七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 在韩国首议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这十七个预回国发表声明说 会帮助韩国抵御任何来自朝鲜的攻击 今年7月27日 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的七十周年 俄国国防部长小伊古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鸿忠 分别率团抵达朝鲜 和金正恩慶祝所谓的胜利日 李鸿忠还短达了习近平吸金正恩的信件 所以在朝鲜战争结束七十年后 在朝韩之间的土地上 再次展现了当年双方对阵的场景 现在俄乌战争和哈尔战争正在持续 中共等俗心国难免想趁机云水摸鱼 在东北亚和台海地区趁火打劫 来获取军事政治上的利益 所以联合国军御回的各国代表发表联合声明说 如果朝鲜半岛重新发生敌对行动或武装进攻 并挑战联合国和大韩民国的安全 各国将会团结在一起 这其实是对北朝鲜的一技重拳 也是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一种压制 因为联合国军这份联合声明的出路 正发生在习近平才声称 将建议为胡义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时候 而习近平当局和中共政权 也正是国际社会所认为的 既有实力又有议员挑战国际主流秩序的唯一力量 所以联合国军赶在这个时候的良相和表态 在软硬实力这两方面 都无疑是对适合敌人中共政权的强力压制 在软实力方面 中国经济急速恶化 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面临困境 习近平急于和美国及国际社会求和 不要突然变脸 而在硬实力方面 中俄、朝等组心国 面对由十七国组成的联合国军 胜算实在不大 联合国军的这次聚会 都是提醒蠢蠢欲动的组心国 不要玩火 十一月二十一日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 保护维时 发布中国领事的志愿者报告 指出中共驻外市领管 在过去至少十年间 在世界各国都建立了领事志愿者机制 并没有和所在各申报 有分析认为 这是中共输出的跨境镇压 及变相的长臂管核方式 表面看来 领事志愿者机制 平时主要是处理和协助领事保护事件 向海外公民传达一些风险警告 协助更换护照等 但真正的行为 却是在获取不同目标对象的个人资讯 破坏或操纵海外团体 甚至脅迫海外的反共人士 领事志愿者活动 是通过中共统战部联系的组织 和不同个体来进行运作 中共国务院僑巫办公室也有参与 中国维权律师吴绍平认为 所谓的领事志愿者 实际上就是中共在国内的维稳方式 对海外的延伸 当然也是一种跨境镇压 及变相的长臂管核方式 胡绍平指出 比如说一些外国人 可能和中共的企业有生意往来 或和中共某些部门有经济贸易往来 或者这些外国人可能到中国出差、旅游 中共也可以借助所谓的领事志愿者方式 公开地获取外国人的身份信息 工作朋友关系 和所做的生意等 至少是对他隐私的侵犯 以说明 中共的黑手 已经伸向和中国有联系的外国人了 加拿大华裔作家聖雪表示 一般来说 成为令氏必须有一个非常规范的程序 有一定的背景和学业 有一定的训练 而这个令氏志愿者 完全免除了所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他的目的就是 要让海外华人给中共充当在当地的暗庄和善人 让当地华人感到恐惧 而且对当地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 保护卫士都建议 各国要審查中共的令氏志愿者机制 并建议所在国官员 尽量避免参加由中共组织的相关活动 避免使其变得合法化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